近日为提高两栖作战能力 日本又计划将大鱼机登陆舰进行重大改装 不过今天一艘大鱼机登陆舰却在日本海域发生与渔船相撞的事件 并造成了两人死亡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扩大驻日军事规模 美军将在加首纳部署F22战斗机以提高存在感 中三上午在日本广岛县的赖户内海海域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鱼号登陆舰与一艘渔船相撞 渔船上的四人落水两人死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将全力查明事故原因 防止发生类似事件 据了解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曾多次与民间船只发生撞船事故 1988年7月23号海上自卫队的一艘潜艇 在横须赫富附近海域与一艘渔船相撞 造成30人死亡 2008年2月19号 海上自卫队一艘宙斯顿导弹驱逐舰 在千叶县以南海域与一艘渔船相撞 造成两人死亡 深圳卫士在东京的特约观察员毛峰认为 该事件虽然是出于双方面的疏忽所致 但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大雨号在近距离监测上存在严重不足 据我的了解呢 因为在自己的海域里面 本身的监视观察 瞭望 这个呢比较疏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渔船出海呢 它也是临时性的 也没有正式的那些通报 其实也反映了就是说 在近距离范围内 大雨号的监测能力呢 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实际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雨级登陆舰 外形与航母类似 可以搭载直升机 具备夺岛的两栖作战能力 近期 日本还准备将对大雨级登陆舰进行重大改装 以搭载英国生产的AAV-7A1两栖突击车 和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MV-22鱼鹰轻转悬翼运输机 日本针对钓鱼岛强化夺岛的海陆空三军联合这么一个新的改革 所以它在强化登岛作战方面主要的运载工具的作用